坐去依賴也是妳開車吧 感覺 都是我在做功課 我會做很多很多的功課 包含連坐計程車 要坐哪一台計程車我都會做功課 他就是很過分 他完全不信任我 不是 因為巴黎島的計程車很多是假的 對 它有仿的跟正的 所以妳知道 我知道 它是之後才知道的 我就一直跟他講 我出門前就跟他講說 我有做功課所以你要聽我的 他就說喔 好... 結果去到那邊 我們有一天晚上按摩完 我就跟他說 等一下我看一下手機 要坐哪一台計程車才對 他就說不用看了 就那一台藍色嘛 你跟我說是藍色的嘛 他就隨便招了一台 坐上去我就跟他說 不是啦 這是假的啦 你要認哪個哪個才是啊 這個完全是假的 一講完這個 司機又開始裝傻 我不知道妳這間酒店要怎麼 他就用英文講說我不知道妳這間 就開始繞路了 因為我們不知道 我們是飯店人員帶我們去街上 所以我們不知道 街上跟飯店到底有多遠 我們就這樣讓他繞了半個多小時的路 好不容易到達目的地的時候 他跟我們收 折合台幣1千多塊計程車費 巴黎島到底多大 其實不大 應該小小的聽起來 應該就是 它不大 它就上三個區這樣子 結果隔天我們兩個就想說 好吧 我們出去走走 看附近有什麼 走出去隔了一條街 這不就是我們昨天按摩的地方嗎 一條街而已 對 就一條街而已 妳不是有做功課 妳怎麼會不知道 從這裡到這邊才一條街而已 他沒有做地底上的功課 他只有要做哪一種Taxi的功課 對啊 如果妳 如果妳有做功課妳就知道 這按摩在這裡 這個飯店在這裡 好 這是我疏忽了 他們好乖 你們真的好孩子 對不對 聽起來好像就是妳功課沒有做完全 可是如果他信任我的話 他聽我的話我們是不是就不會 但是妳說那個司機有多為難 他沒有為難 他很為難 妳在 一條街而已 妳往後看就是妳要去的地方 妳上了車 跟他講說我要去那邊 他心裡想說 他去那邊 這種潘娜不拱 什麼時候拱 他心裡會講說 那我要把苦過去呢 還是往前開 還是他還想要繞一繞咧 我帶他們那個City City Tour 對啊 他真的心裡很迷惘 妳知道嗎 所以他心裡在想說他要怎麼繞嗎 而且這麼小的地方 他繞到妳看不出來 對 他不容易 對啊 心裡還低估說